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对你轻声说 我愿意 我对你大声说 我爱你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是不是 顾颜辛 这些真的不重要了 雨停了 衣服烤干就回去吧 你还没有回到我 你现在觉得你自己很喜欢我 只是因为我们曾经拥有过很多美好的回忆 可是如果你先遇到的人不是我 其实一切都会不一样的 换句话说 我不适合你 我也不是你喜欢的那种女孩 可是老天就是让我遇见了你 我偏偏就是喜欢上了你 而且我会一直喜欢下去 你的喜欢不过是一种执念而已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当初你失忆的时候 我和千语同样站在你面前 陪在你身边 但你选择的是她 不是我 我没有 我 别解释了 我把小人输给你 你却给了她 虽然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了记忆 但是心是不会变的 你说你想重新开始 我想 那才是你内心真正的选择吧 毕竟我和你 从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感情的热头过了 不合适终究是不合适 小 小婉 郭颜希 你怎么了 郭颜希 你怎么了 小婉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 好烫啊 你别动 我去叫大夫 你别走 郭颜希 你别闹了 你别走好不好 你走了 万一我找不到你怎么办 那你 闭上眼睛睡一觉 我不走 我不走 我不睡 我这三年的美日没夜 我都在梦里想这样抱着你 可是每次梦醒了 你就不静了 郭颜希 你想干吗 小婉 我好想你 我好想好想你 快去 小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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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昨天晚上那是梦吧 好像也不是 可我这样提起义父就跑了 是不是不太负责任啊 苏小婉 你可回来了 找我什么事啊 子歇出事了 什么 他这是怎么了 他的脚受伤了 喝料才睡下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为什么会受伤 我们还想问你呢 他昨天训练完以后 收到你的口信 匆匆忙忙就离开了 一直到今天早上 才被乔夫给抬回来 才发现他的脚 被捕受加 加伤了 我的口信 过两天就比赛了 这可怎么办啊 这伤我看能恢复就不错了 这脚可别废了 小婉 顾燕熙 我告诉你 不管我们之前 发生过什么误会 你想弥补 想道歉 想干什么都与我无关 我只知道这三年 陪我重新开始的人是紫谦 每当我为你伤心难过的时候 守在我身边的人 也是紫谦 不是你 不管我之前有多喜欢你 我都不允许你伤害他 任何人都不行 不 我是不像他日日守着你 每日逗你开心陪你玩闹 可这三年来 我也每日每夜地四处寻你 一次又一次地希望 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好不容易找到你 你却口口声声都是别的男人 你有我心里好受吗 所以你就能伤害他吗 你知道他有多喜欢醋狙吗 你却害他的脚受那么重的伤 你让他以后怎么办 什么伤 紫谦他怎么了 他的脚被捕受夹夹伤了 你敢说和你一点关系 都没有吗 你走吧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你醒了 太好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睡了一觉挺舒服的 就是有点饿 那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不用 苏忠他们已经去弄了 傻瓜 我真没事 还好你没事 不然你以后怎么踢出去 这 这点伤对我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我这次不行 下次咱们再踢嘛 对不对 我这么优秀的运动员 那绝对不是我错过了比赛 那是比赛错过了我 我到时候回到赛场上 我这么火虎的 我告诉你 都这种时候了 你就别逗我笑了 你开心点 我不就不逗你笑了吗 还好你没事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 不要不开心了 少爷 你这个脸 谁欺负你了 我就给你报仇 我问你 紫芹的伤怎么回事 你到底干了什么 冤 冤枉啊 我只不过是让他在陷阱里待上一晚 好给你和苏孝晚创造独处机会 陷阱 难怪他的脚伤那么严重 不可能啊 我只不过轻轻推了他一下 为了以防万一 我还在洞里铺了好几层稻草呢 只不过只不过 你哪来那么多只不过 大少爷 你这脸不会是二少爷打的吧 他现在在病床上躺着 动弹不得 那 难道是 我去跟苏小姐解释一下 别去了 他现在站在气头上 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你去收拾一下行李 少 少 少爷都是缘和得不好 害你三年来的辛苦都白费了 辜负了你对苏小姐的一往情深啊 我现在看到你这个脸 我就想抽我自己 我对不起 你别傻了 对不起你 对不起 我只是要你去找一个人 紫贤 你还没告诉我们 这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听说这边盛产这个 羽毛鲜艳的野鸡 想抓一个给小婉做剑子玩 谁能想到掉到猎人陷阱里边了 还踩着捕兽家 你看你真是的 这马上就比赛了 这可如何是好 都是我不好 算了 算了 别说了 你好好养着 有弟妹陪着你 我们就不打扰了啊 算了 可是这马上就比赛了 别看人家了 紫贤 对不起 我醒来到现在才几个时辰呢 你都说了无数次对不起了 那人家假冒你的口心 我才跌到那陷阱里边的 跟你没什么关系 再说后来是我自己采取捕兽家了 你怎么会说 怎么了 完了 完了 大少爷 我错了 不对不对 过延西 我误会你了 要打要骂随便你 要打要骂随便你 你也不对 苏小婉 你怎么下得去手啊 我真的想砍了你这个手 要打要骂随便你 苏小姐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在找人呢 这间房的客人 方才就退房离开了 你说什么 走多久了 他们去哪儿了 这 这走了有一个时辰了 好像是出城了 你找他们有事吗 没事 走 走路最好 顾颜夕 一个小气鬼 你说什么找了我这么多年 结果你还是一声不吭地走了 你走就走吧 你走了你就再也不要回来了 你要是真的走了 我就用秘书诅诅你 我诅诅你 一辈子都忘不了我 每天想我想到 头发掉光 脑袋涂涂 眼睛红红 头脑晕晕 最好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 我再也没有别的女儿喜欢你 我也是 我也是 不能走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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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了 能让你哭 让你笑的人 还是只有她 肯困 bout 好 对我 是我 不能努力 你都没有错了 我如此 医病 现在我再也不能这么喝了 兄弟 我跟你说啊 我刚从河边回来的 看到好多个人正在打捞尸体呢 听说是什么殉情自杀的 什么人把官差都惊动了 听说是什么银楼少东家 脚固什么来着 你说你在哪里的河边看到的 不会的 不会的 一定不会是他 这姑娘谁啊 不知道啊 不会的 不会的 姑娘 姑娘 这么年轻啊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一定还没死对不对 姑娘 姑娘 别啊 人已经去了 你就别折腾他了 哎呀 姑娘 姑娘 раб啊 我千年 Tumbост行 这太可思了 姑媗希 姑媗希 你 姑爷爷 你再跟我开玩笑对不对 你书总这么变 脸怎么也这么变 你身子也这么变 你起来啊 你起来啊 你当我妈我都可以 你起来啊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我不敢跟你赌气的 你起来 你起来我们一起回去 微信 你还说过你要娶我呢 我一直都在等你 你怎么说早就早了呢 你怎么睁眼了呀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骗人 你放开我你这个大骗子 那可不行 你是我还未过门的夫人 我下半辈子幸福就指着你呢 我可得报警了 你 你无赖 都是夫人教得好 再说了 这么多人看着你亲我 就不想负责了 我 你谋杀亲父 你亲父无过少女 我没有 你有 我没有 你无赖 我就赖着你了 别吵了 别吵了 紫芹 你别怪大哥 这都是我的主意 你 大哥 紫芹 你怎么来了 苏忠 你去那边等我 好 大哥 回去吧 他在等你 我知道 但我还有件很重要的事情 没有办完 否则我和他之间 永远隔着当年的误会 等我把事情办完我就回去 还有你的伤 对不起 没关系 那是我自己不小心 那你早些回去休息吧 不然他会担心的 大哥 三年来 我日日守着他 陪他哭 陪他闹 陪他疯 可是我很清楚 让他哭 让他笑的人 永远不会是我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这三年 我怕我自己将来会后悔 我即便知道他心里没有我 我还是想拼尽全力去争一场 但这些天我发现了 他以前心里没有我 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他已经等了你三年了 别让他再等了 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后来怕你生气 所以就略是小技 想让你看清自己的内心 原来是这样啊 你们怕我生气 就合起火来骗我了 不是这样的 你真的不理我了 我错了 我错了 你真的不原谅我吗 夫人 苏小婉 我错了 苏小婉 开门啊 苏小婉 让你骗 苏小婉 让你忽悠我 把我吓得败死 苏小婉 这次我可不能轻易绕了你 苏小婉 怎么没声了 苏小婉 肯定有诈 苏小婉 好久不见 苏小婉 好久不见 苏小婉 苏小婉 也好了缺我的一桩心事 其实早在我和颜夕哥哥成婚之前 我就知道你不是真的婉儿 甚至于 在更早的时候 我就知道她的心上人是你 成婚之后 柳嬷嬷为了我便指使刀拔会去绑架你 希望借此机会 扫清我跟颜夕哥哥之间的障碍 刀拔会绑架我也是受你指使的 是柳嬷嬷跟我娘子无关 有什么区别吗 是柳嬷嬷一人所为 你说得对 就算不是我指使的 也和我脱不了关系 今天来 我不是想为自己开脱责任 而是想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好让你跟颜夕哥哥之间 不再有隔阂 当年 颜夕哥哥为了救你 生命垂危 我也很后悔 也很自责 可是当她醒来的时候 你是谁 她竟然失忆了 疯疯癫癫的 她的失忆 对你来说 是一个惊天噩耗 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却是上天给我的一个恩赐 给我了一个让她爱上我的机会 我沉浸在这种幻觉中 越闲越深 所以我假装看不见 也听不见柳嬷嬷的所作所为 包括 她指使赵太医 去对颜夕哥哥的药动手脚 直到后来 如荫偷溜进顾府 想为颜夕哥哥治疗 赵太医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脸上的痘痘 她一针就治好了 你看我现在的皮肤 是不是很光滑 对对对 要我说啊 这赵太医的医术 一定在如大夫之上 赵太医 这赵太医是个什么人物 赵太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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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过如此嘛还赵太医 这不颜夕的房子吗 等贵一两 阿娇半钱 黄旗半钱 颜夕的药方这么温和啊 怎么温和得有点过头了 难道 如大夫 好 等等 此次一别 恐怕很难有机会再能相见 如大夫 你好自珍重 上去 如荫的离开 让我有了一丝清醒 我一直以为 感情 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 却没想到牵连了一个 从始至终 对我最真心 最好的人 后来 当我看到颜夕哥哥明明失忆了 但是他看你的眼神 却依然炙热 我便心灰意冷 想要放弃 可是老天 在那个时候 跟我开了一个玩笑 是你 好巧啊 又见面了 对了 上次没留下什么疤痕吧 没有没有 你看 早就好了 遇见婉儿 让我再次燃起了希望 后来 柳嬷嬷便贿赂了管家 她将真的婉儿 带到了老夫人面前 更是伪造了你和刀拔会勾结的证据 交给了老夫人 所以奶奶才会毫不留情地把我赶出姑父 这也缓缓地算得真清楚 那小人叔呢 小人叔又是怎么回事 那是颜夕哥哥从月老庙回来 昏迷的时候 我从他身上拿的 原来那天晚上你对我说的话 也是 我真蠢 对不起 说对不起还有用吗 一切的一切 都是我的妒忌心 和不甘再作祟 我从小 就喜欢颜夕哥哥 一直在为了配得上他而努力 可是他对我的努力却忽视不见 他喜欢你 一个在当时的我看来 平平无奇的女孩 感情本来就是两厢情愿的事情 你自己一个站在往前冲有什么用 苏小婉 你说话客气点 别欺负我夫人 你说得对 是我明白得太晚了 小婉 对不起 我不奢求你能原谅我 只是希望你能相信 不管是从前 还是现在 甚至是他失忆的时候 他的心中 从始至终只有你一个人 你能相信他 他正在除了 你可能还好 你能相信他 有谁 对不起 你都会相信他 怎么会答案 你会那么多 放下 他要去乔丑 书 我怕她 Pitifu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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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